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身处一个小房间里 米歇尔意识到被囚禁了 每一会儿一个男人进来给了他一把钥匙 米歇尔把拐杖削尖 在男人进门的时候袭击他 却反被控制注射了镇定剂 当他醒来 男人表示自己叫霍华德 外面的空气被不明毒气污染 是他将米歇尔救回自己修建的末日堡垒 睡了一觉醒来的米歇尔发现铁门被打开 当他出去时发现货架上放满了食品 还有一个名叫埃米特的男人 通过与他交谈 米歇尔怀疑外面是真的发生了袭击 随后霍华德带着他来到了门口 外面有着枯黄的植物和死去的动物 可这时米歇尔看到一辆车 他依稀记得就是这辆车撞到了自己 于是对霍华德的话产生了怀疑 他埃米特却告诉米歇尔 外面世界发生袭击是真的 而且这座末日地堡正是他帮助修建的 霍华德对世界末日有很深的研究 不过米歇尔还是抱有怀疑 在晚餐时他偷偷拿到了霍华德腰间的钥匙 但他却立马发现钥匙不见了 随后米歇尔拿起酒瓶砸向霍华德的头 赶紧带着钥匙跑到他门口 此时一个脸不溃亮的女人在外面拍门 米歇尔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 于是他返回给霍华德道歉 霍华德表示刚才自己的态度也不好 因为怕米歇尔责怪 所以隐瞒了自己不小心撞倒他的事实 解除了误会之后 三人就在这个末日堡垒里面生活 但这天地堡的空气过滤系统却出了问题 只能由身材娇小的米歇尔爬进管道手动开启 但当米歇尔开启系统却发现天窗上写着救命 而且还有一个耳环 这个耳环正是霍华德的女儿的 随后他向埃米特求证 才发现这个女孩根本不是他的女儿 原来霍华德真的是一个囚禁少女的变态 于是两人准备逃离 但考虑到外面的毒气就准备制作防护服 却遭到霍华德怀疑 埃米特主动说是自己需要工具 可霍华德却直接给了他一枪 最后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告诉米歇尔他们现在可以组建一个家庭 这样米歇尔感到恐惧 但防护服还是被发现 霍华德很愤怒 他开始攻击米歇尔 但米歇尔却一脚踢倒了具有超强腐蚀能力的强酸 并成功拿到了防护服 从管道内爬了出去 却发现空气并没有被污染 而此时地堡突然爆炸 一个外星飞船一样的生物飘了过来 他躲进小屋逃过一截 随后便向着有亮光的污渍逃走 但这个亮光却是外星飞船 米歇尔好不容易逃到车里 车子却被触手绑住 他点燃一瓶酒作为燃烧弹 扔进了飞船 不一会外星飞船爆炸 他回到了地面 随后准备开着车离开 却从广播里提到呼吁 战斗人员和寄疗人员赶往休斯顿 飞战斗人员撤离 此时的米歇尔毅然决然的掉头 驶向了休斯顿 而从不远处还漂浮着巨大恐怖的不明飞行物